接牌 由議員及多位貴賓的接牌下 教長接收這份愛心禮物 而全體學生也很開心 因為學校的設備 已使用超過20年的窗簾 在台北五個符輪社的協助下 已經全部更新 讓小朋友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次五個符輪社來到中療國小 除了帶來醫化設備 還有桌心河教育基金會 也特別捐贈50萬獎助學金 希望幫助勤砍學子安心就讀 中療國小作為一個教育費用 我3月30號 100週年校慶的時候 我們董事局 就是桌心河教育基金會 董事局的人 包括我在內 會下來 來頒贈這個50萬元 現在50萬元 給中療鄉的小朋友們 由於偏向學校硬體設備 普遍老舊和缺乏修善 議員感謝台北的符輪社 集中心河教育基金會 能夠發揮愛心 軍政設備及獎助金 改善偏鄉的教育環境 也期望達到砲磚隱喻的效果 讓社會各界更關心偏鄉教育環境 社會有這種人事 我們感覺非常好 一種愛心 這次等完醫療 像這樣發起之後 有那個社會 如果有那個處理外面 就今年事業優勝 希望說 也可以趕快趕快 我們這偏鄉 給人家的事 稍微稍微 省這個預料裁定 可以趕快 援助我們 讓學生順利 來救度 中療國小校長表示 能夠有這次的緣分 受到台北福倫斯來協助 就是由旅外鄉親 洪文龍的幫忙 他希望能夠回饋家鄉 所以才積極牽線促成 也期望平常教育 能夠有更多人來關心 免疫新聞 周博君 終了常不到